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 不以为然 内心纠结 猛然惊醒的心理过程 讲述的是 做一个连关 预防腐败 必须从身边小事做起 呈现给观众的是 反腐畅联 家庭所发挥的重要助联作用 塑造的是一位无私无味 情感动人 可敬可爱 可歌可泣的伟大母亲的丰满形象 演出中 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观众认为 这部戏虽说是反腐畅联题材 但不说教 不苍白 唱腔唱词优美 让人感受到传统地方戏曲的魅力 新编剧目为传统戏剧赋予了新的活力 据编剧张景秀介绍 紫叶惊梦剧本创作始于2013年 今年以来 视线领导多次观看指导排列演出 剧本也根据上级领导和专家意见进行了反复修改 最终达到了今天的艺术效果 谈起该剧本创作的初衷 方程县文广新局戏剧创作是主任 紫叶惊梦编剧张景秀 感触颇深 当地十八大以后 全国压大的反复长连的力度 在这种背景和形势下 我就想创作一个只类体贴的作品 但是反复长连这方面的作品太多了 想写出财 我知道很不容易 心里一度很纠结 在和几位领导的多次交谈者 我了解的家庭主念很重要 所以就创作了紫叶惊梦这个剧本 现代玉剧紫叶惊梦 内容真实感人 情节丝丝入寇 是时下不可多得的一部反复唱连的好剧本 为了排好这部戏 方程县文广新局专门从郑州 请来了戏曲导演曹亚琳指导该剧 我们这一期啊 从那个筹划到排练到这个 到今天彩排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个戏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品 所以说我们这次用的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一种表演 这个表演 现代性的表演方法 就是一个真听真看真感觉 我们演员在排练这个两个多月的过程中 每个人我们从决策小传到一直到熟悉台词台广 到唱腔合成 每个演员 每个全职的每个演职人员 都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劳动 我们可能这个技术这个层面上 有很多地方找不到 但我相信我们的演员们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真情实感 来演绎着每一个在规定情景里面 说自己扮演角色的这种喜怒哀乐 我相信他们在对待这个角色的这种艺术的阐述中 会给你留下一些美好印象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喜怒 你有兴趣的话 来到剧场来看我们的子叶惊梦吧 谢谢 子叶惊梦的曲调 在继承传统玉剧风格的基础上 吸收了曲剧 京剧等戏曲元素 使唱腔更加优美动听 该戏主演由方程县玉剧团著名演员段忠惠 李英明 高丽娟 张斌 陈国安等单纲 演员们表演自如 引人入胜 唱腔以情代声 生情并茂 自证腔缘 刚柔相继 把玉剧的演唱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 即使几句唱腔 几句台词 都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在把握戏曲人物的性格上 更是入目三分 唯妙唯笑 我在剧中扮演着格子链这个角色 我认为格子链确实是一个当的好干部 但是在任性的实故处理中 没有认识到消贿不具 必称巨坛 所以在家人的帮助下 他渐渐决心 我在这个剧中扮演格子链的孫儿 格子链 姜大小毕业 由于这边调皮招战 子业精梦这部期 我扮演的是格子链的母亲 我认为作为一个家庭的家政 一位母亲应该时刻提醒家人 保持情怜本事了 现代语句子业精梦 情节曲折动人 内容贴近实际 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 唱词通俗易懂 地方特色十分鲜明 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息 是一部大力创新廉政文化建设的好戏剧 同时 利用地方戏曲进行反腐唱联宣传教育 是方承县的一个大胆尝试 也为方承县文化宣传工作 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开辞了一个新的途径 开辞了一个新的途径 开辞为乡土气息和乡土气息 开辞为貴近传行风